好 來我先講一下 木材燃燒啊 木炭燃燒啊 它的化學是什麼寫 知道嗎 一定要炭 然後呢 炭燃 只要看到燃燒兩個字有沒有 通常要加上什麼 氧氣 因為燃燒是需要氧氣的 所以請問你 你猜 炭加氧氣會變什麼 二氧化炭 這個是它的化學方程式 看懂嗎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不覺得跟你現在 你在生活裡面看到的情況是不對的嗎 我去燒木材 它哪變成二氧化炭 它看到黑黑的啊 你不覺得它一堆黑黑的東西 對不對 那黑黑是什麼 是燃燒不完全的什麼 炭吧 對不對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正常情況下 如果你把炭完全燃燒喔 它就真的變成二氧化炭跑掉了 懂嗎 所以要剩下那個黑炭啊 其實是燃燒不完全的部分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好 所以你看一下這邊 它說 為什麼它所生的任何固體的子彈變小 原因就是因為它生成的二氧化炭跑掉了 所以第一答案選的是C 如果你把二氧化炭拿回來收集起來的話 起物理會跟原來一樣 就會了 就會一樣 好 然後我們看這一題 第三題也常很好 它說如果我把三公克的甲 跟三公克的乙完全反應 注意喔 它講完全反應 所謂的完全反應 完全反應 完全反應的意思是什麼 全部用完 全部用完的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剩下來的 他說 全部用完的話呢 可以變成六公克的餅 這樣子 懂了齁 所以要請問你喔 他說 五公克的甲跟十公克的乙 請問你 你猜有沒有會覺得用完 肯定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比例是說 三三六吧 就是三比三比六 就是一比一比二吧 所以當你是五公克跟十公克的話 你猜誰用完 是甲用完還是乙用完 甲用完嘛 因為如果甲五公克的話 你是不是要五公克 我被五公克 有 還不是五公克的 我還給你十公克 可是我問你喔 如果乙要用完的話 要甲幾公克 甲要十對不對 我有沒有十那麼多 沒有 所以肯定他沒有用完 所以 用完了是甲 甲用完了 所以乙會剩下來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反應時 十克的乙剛好用完 這就馬上就錯了 乙就有剩下來 而且沒有剩下五公克 所以 這個結果其實應該是 五公克的甲跟五公克的乙 最後產生幾公克的那個餅 十公克的餅吧 然後其中的乙呢 還剩多少 乙一概四加五吧 這樣聽懂嗎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他說 反應完成之後 生成十公克的餅 對啊 彼此正確的 反應完成以後 還剩下那個兩公克的甲 不對 甲用完了 反應完成之後 這個地方打信號 他說 反應完成之後 物體的總值量是不是十 這邊很容易犯錯喔 對啊 老師 你不用十公克的餅嗎 第一為什麼錯 豬為什麼錯 他說 反應完成後 來看這邊 看這裡 他說的是 物質的總值量 他講的是物質 物質兩個字 請問你 物質他要講生成物嗎 沒有 他講的是生成物 外加剩下來的 聽懂我還叫什麼嗎 也就是說 五公克的甲 跟十公克的餅 產生十公克的餅 可是 最後實驗裡面除了十公克餅外 應該還剩下誰 還剩下了五公克的誰 餅吧 所以他講說 物質指的是餅跟餅 所以剩下多少 應該是十五才對 聽懂嗎 所以答案選的是誰 答案選的是 B B 好看你們